关于货币需求的问题呢 我们讨论了 关于货币需求定义 怎么样来理解它的内涵 以及呢 货币需求分析的一些视角 宏观的 微观的 和怎么来看民意货币需求 实际货币需求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重点要来讨论一下 咱们这一章的这个难点问题 就是如何理解货币需求理论的眼睛 应该说呢 在不同时期经济学家们啊 提出了多种货币需求的理论 从总体上来看呢 大致呢 经历了从宏观视角 向微观视角 又从红微观视角 相结合这么一个过程 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呢 整个货币需求理论发展的眼镜 那么最初的呢 马克思提出的货币需求理论呢 采用的是宏观视角 它主要是集中反映在 客观的货币必要量理论上 那么我们在前面第二章 讲货币的时候呢 已经给大家讲了 在纸币流通和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 货币流通规律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金币流通条件下 货币是有足值的内在价值 所以你货币量发多了 那么它自然就会退出流通 它有一个自调节功能 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黄金或者白银 因此在金币流通条件下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 那么它的这个货币必要量呢 它取决于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 所有的商品价格总额 是你所有需要用货币来媒介交易的那个必要量 然后呢 货币流通速度是在同一时期内 因为货币转手次数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了 这个V啊 就是货币流通速度 转手次数越多 它需要的货币量就越少 但是在金币流通条件下 所以它这个金币流通的这个规律 它主要揭示的是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 因为不是信用货币 它就是说你那时候的货币 它是本来就是实实在在的金属 所以呢 它最主要是用来媒介 那么它这个基本规律呢 我们说金币流通 它是有特定货币制度的限制 但是到了纸币流通规律 马克思研究了信用货币 因此在纸币流通规律下呢 它主要揭示了货币流通当中的必要量 这个必要量实际上就是货币 整个社会需要多少货币 金币流通条件主要取决于 带销售的那个商品的价格 整个货币流通速度 但是在纸币流通条件下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纸币流通条件下 纸币本身没有价值 所以呢 纸币它所能代表的货币量 它实际上跟它本身发行量有很大的关系 对吧 我们想一下我们在前面讲货币的这一章 给大家讲过 你如果是10亿的商品 带商品交易 带交易的商品总量 商品价格总额10亿 你发10亿货币 是不是1比1啊 1块钱买1块钱东西 对不对 你发20亿是不是变成要2块钱买它 你发到100亿就是10块钱去买它 对不对 那内在价 内在道理是什么 每发行的越多 是不是单位币值 它的内在价值就越小 所以呢 我们说在通 这是我们理解后面讲的货币均衡 特别是通货膨胀 为什么表现在物价上涨上 对不对 大家想想 货币发行多 为什么表现物价上涨上 就是你本身 那个天平的两极 我们前面反复给大家强调的 整个真实世界商品交易 对货币的需求量 当然现在我们说 也包含了各种资产价格的需要 以及你的货币发行量 这两极的天平对应关系 货币发行量多了 一定用更高的价格 还是那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理解 这个金币流通规律 和纸币流通规律 所揭示的货币流通的 流通中对货币的必要量 它主要是我们理解 它内在规律的东西 那么马克思虽然他学数学的 但是他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 因为那不是他研究的重点 他主要是解释了 在纸币流通规律条件下 这种内在的规律性 整个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因为市场经济国家 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当中 从凯恩斯之后 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呢 有很多主要的线索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给大家呢再继续的梳理 我们刚才讲西方古典的理论当中 就有包含了很多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 包括像亚当斯密 像李家图 特别是李家图和这个斯特亚特 他们的理论当中有大量的 关于货币的必要量的理论 也就是货币需求总量的理论 但它最主要是从整个经济和货币的 这个两极关系来研究的 那么马克思理论提出之后呢 西方经济学家当中呢 比较有代表性的菲学 他提出了著名的交易方程式 全称叫现金交易方程式 我们在教材当中呢 也对两个方程式呢 做了一个介绍 一个是菲学的交易方程式 一个是剑桥方程式 又叫马歇尔和皮股的 现金余额数量说 菲学方程式呢 又叫现金交易数量说 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 到底需要多少货币量 那么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教材当中 从382到383 特别是对两个方程式的区别 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说明 我相信同学们应该是能够看得懂的 关键就是菲学的交易方程式呢 主要是从宏观视角 来研究流通当中所需要的货币总量 而剑桥方程式主要是研究 我们称之为叫马歇尔的K 就是这个公式的在383页这个公式上 KPY 那么其中这个K是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视角 就是从微观视角来解读 为什么公众手里持有那么多现金 所以菲学的交易方程式 因为我们事先同学们都预习过了 它的交易方式研究是流通当中的货币 其实它核心是要解读 因为它是货币数量说嘛 所以它核心是解读 为什么流通当中价格会涨 因为流通中货币多 而马歇尔认为流通当中的货币 这个已经在流通中 它不会对未来价格变化产生印象 最重要人们手中持有的 所以称之为叫现金余额数量说 余额就大家手里边持有的货币 而这个持有货币的概念 就是我们现在的 现代意义上的货币需求概念 你持有的这个货币 因此在后面的西方学者的 这个讨论当中的 基本上都是遵循着 建桥方程式往前走 比如说 你们在西方经济学的 这个红维观理论当中 应该都是会涉及到 凯斯的货币需求理论 那么他的货币需求理论 最重要的是一个流动偏好的理论 就是他把货币需求看成为 人们心理上偏好货币的流动性 愿意持有货币 而不愿意持有其他资产的 这么一种心理倾向 所以他叫流动性偏好 那么他认为呢 货币需求就是起因于 人们这种流动性偏好 因为人们在得到货币收入之后 我到底选择多少储蓄 多少消费 那是取决于时间偏好 对不对 我们西方经济学里学过吧 取决于时间偏好 我愿意现在消费 还是愿意未来消费 对不对 未来消费那就是一个储蓄的概念 现在消费 那你就是一个机器消费 所以那个跟货币需求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那是决定了你 现在消费多少 未来消费多少 而跟货币需求相关的是 在你的储蓄当中 用什么形式来持有你的储蓄 你的储蓄 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来持有 那么凯斯认为 你是不是选择用货币的方式来进行储蓄 这跟你流动偏好有关系 如果你流动偏好很小 你可能储蓄量很大 但是你不采用货币需求的方式来进行储蓄 对不对 你可以买股票 你可以进行直接投资 你可以买各种各样的资产 但你不一定用货币方式 但那个都是储蓄 同学们这一点要搞清楚 不要把储蓄跟这个流动偏好混为一谈 所以呢 在流动偏好选择当中 为什么人们放弃了那么多有收益的资产 或者能够增值的资产 而选择回报率特别低的货币来持有 来保有它的这个储蓄 所以凯斯认为 你从理性经纪人角度分析 你要解读它的原因 就是说它动机 那么凯斯呢 首先是从交易动机来解读 然后因为人们有交易的需要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都有交易的需要 你要购买 第二呢 你有预防性的动机 因为你的所有的交易当中 你不知道 到底多少是要留于地的 是吧 你个人也是这样 你哪能那么精确的计算 你一个月花375块钱 还是花到了420块钱 你不知道的 那么它大致要有一个预防性的 以备不测之需 尤其对于企业 这种预防性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它会影响它日常的 正常的这种生产经营 那么对个人也是一样 但是呢 无论交易动机还是预防动机 最终都是用于购买 所以凯恩斯把这一类的交易性需求 这一类货币需求 都统称为交易性货币需求 第三个的这个起因呢 它的三动机说 对吧 第三个起因就是投机性的 那么这种投机性 你保有货币 以便能够抓住这个投资机会 保有货币的目的是 为了抓投资机会 所以呢 凯恩斯认为 投机动机也是人们持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 那么这个三动机 所构成的两大类 这个货币需求 一类交易性的 一类投机性的 这样就构成了货币的总需求 但是进一步的凯恩斯分析了 影响不同类别货币需求的因素 他认为主要影响因素不一样 交易性的货币需求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M1这部分 或者叫L1 因为流动性嘛 所以呢 它主要是取决于收入 主要取决于收入 就是你有多大的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 主要取决于收入 而这个投机性的货币需求 主要取决于利率 那么我们前面通过利率 对于整个金融资产价格 以及各种投资 投资品价格的影响 就是我们说收益资本化规律 那么大家可以理解到利率 因为对所有的投资品的价格 都是具有重要影响 所以它会直接影响货币的投机性需求 同时呢 因为这个利率又是投机性货币需求持币的一个重要的机会成本 所以它在进行投机性货币需求 它一定要算这个账 这是呢 坎斯的这个货币需求理论 那么在坎斯的三动机的货币需求 或者叫流动偏好的货币需求理论之后呢 现代坎斯学派对坎斯的理论进行了一个发展 那么其中比较突出的 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从动机理论来说 文特劳普呢 提出了七动机说 因为坎斯提的三动机说 文特劳普的七动机说当中 它包括了把进一步的 把坎斯的一些货币需求进行了细化 比如说通货膨胀动机 比如说还款与资本化动机 但是其中它这个动机说里边 最突出的是增加了一个动机 就是政府的货币需求动机 因为政府它跟微观主体不一样 那么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部门 以及作为国家的机器的组织者 所以呢 它有它特别动机 那么这个动机的理论的提出 对于解读现代各个国家 这个政府货币需求的这种变化 以及关注政府货币需求 对整个货币供求的影响 这是非常有贡献的 所以文特劳普的七动机说呢 通常在理论界 大家都认为 它最大的贡献 因为它细化这个 坎斯三动机说的这个理论呢 贡献的度不是那么的凸显 而它最大的贡献就是我们讨论的 它对政府货币需求的这种分析 那么第二个贡献呢 这个凯恩斯学派对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发展 就是平方根定律 因为我们前面也应该还有一门课叫当代西方货币金融学说 那么学说当中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 平方根定律 特别是Bommer模型 或者叫托币模型 它两个都分别从不同的视角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 就是交易性货币需求 它符合这个平方根的定律 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这个公式啊 那么这个B是手续费 交易的手续费 Y呢是这个交易量 二是利率 基本上来说交易性的货币需求 符合这个公式所揭示的这个决定因素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发展呢 因为原来根据凯恩斯的基本理论 就是说你的这个交易性的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交易性的货币需求 主要取决于收入 主要取决于收入 但是呢 很多经济学家们分析呢 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并不是需要多少收入 或者说需要多少交易量 就需要持有多少货币 而且在现实当中 他会经常发现人们 频繁的在这个金融市场 当中特别是货币市场 这种短期流动性的调节 企业也好 居民也好 非常频繁这种活动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CD CD市场我们说了 是企业调节大额流动资金的市场 对不对 那么企业换句话说 他在一个时期里边 他的货币需求 他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就一开始 比如说一个月 一月为单位 不是一开始我这个月 就需要比如说总共有需要这个1000万货币需求 我不是一开始就持有1000万 到最后月末把它用完 在现实当中企业可能会持有一个平均的量 比较稳定的一个量 而把其他的钱用到货币市场 那么就是解释了居民和企业为什么频繁的出入这种短期市场 在债券和货币之间进行这种转换 那么这就是说 这里面呢 他要考虑 换句话说 他要研究 为什么这样 那么根据BOMMER 特别是BOMMER模型提的比较 他比较早一点 而且他阐释的更清楚 他是用企业存货理论来解释的 就是说 你手里面 公众持有的那个交易性的货币需求 就跟企业保持的存货是一个道理 多了 你显然规模不经济 少了会影响你的正常的生产流通 所以他用存货管理理论和存货管理的这个技术来研究货币需求 认为公众持有交易性的货币需求 就跟存货管理的理论是一样的 首先他要考虑这个B是交易手续费 如果交易没有手续费 那么你这个像如果是 换句话说 没有交易 那你就可以每天都可以换 但是因为交易是有手续费的 只要交易的手续费低于你所投资的那个 或者你所进行交易的那个标的物给你带来收益 你这个交易就是就是合适的 对不对 所以交易手续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另外就是你的整个的交易量 那么利率呢 因为是持币的一个机会成本 而且呢他会对你所购买的那种短期金融资产价格会有影响 所以他们最终推导出了这么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具体推导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西方货币金融学说 那么这个理论的提出实际上主要修正了凯恩斯货币需求的几个观点 第一原来凯恩斯认为交易性的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收入 他并不认为对利率敏感 而大家在这个公式上平方跟定律上能清楚的看得见 他对于利率是很敏感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修正 就是利率不仅仅对投机性货币需求啊 有重大的影响 而且交易性的货币需求也是对利率非常敏感 那么第二个这个修正呢 就是说人们在持有这种交易性货币需求的时候 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 就是它会使得尽量减少手中的持币量 以实现它的规模经济 不是说需要多少 我就一开始就一直持有到最后 这样呢更客观的解释了现实经济活动当中 人们的这种行为 这是交易性货币需求理论的一个发展 平方根定律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代表 那么预防性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呢 立方根定律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 因为这个预防性的货币需求 你是用来应付你现在所不能预测的一些事件的发生 所以呢 立方根定律 它可以比较好的来解读了 在人们保持预防性货币需求的时候 它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立方根定律的角度来说呢 它主要是提出了一个预防性的货币需求的时候 你要考虑支出的分布方差 就是你这个收入和支出的一个分布方差 那么这样呢 就是一个S方法 因为这个收入和支出分布方差决定了 你可能需要多少货币需求 然后呢 这个C也就是转换成现金的手续费 跟前面那个B是一样的 就是实际上是一个转换成本 那么底下呢 是一个二 那么它最主要说明预防性交易需求 第一呢 同样虽然它也是交易性的 最后都是用于购买 但是它同样受利率的影响 对利率非常敏感 在分母上 所以它的变化会在这个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交易性的货币需求量 第二呢 交易性的货币需求量 跟这个收入支出的这个分布 是有很大关系 那么换句话说 它也具有一个规模经济的特征 那么这是凯恩斯学派对货币需求理论 发展一些比较经典的 在凯恩斯学派对货币需求理论发展当中 还有很多贡献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在咱们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就不展开讨论 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多读一点西方的经典文献 多读点经典文献呢 你的视野会开阔很多 你就知道很多事都不是只有一种观点 只有一个理论 第三个发展呢 就是对投机性货币需求的一个发展 通常又称之为资产组合模型的一个发展 那么它主要来解读在投机性货币需求量的决定的时候 并不像凯恩斯所描述的那样 完全只是由利率来决定 这是托平提出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 一个投机性货币需求的理论 它其实呢最重要的是解读了 在这个现实当中 人们到底持有多少货币 持有多少交易 这个投机性的货币需求 它并不完全只是说 我赶紧根据利率来判断 而是人们资产组合结果 那么我们前面因为已经讲过资产组合 大家知道 在所有金融资产的组合当中 我持有多少货币 持有多少债券 持有多少其他金融资产 这都是公众资产组合的一个结果 那么过去凯恩斯实际上 他有一个假定 就人们要么你持有货币 要么你就持有债券 这二则是其一的 你要不就是都是持有货币 要不你都持有债券 所以呢 凯恩斯的投机性货币需求 因为但是这里面 大家注意 他说的那个货币 是一个开始的概念 现金的概念 所以呢 凯恩斯对于投机性货币需求 他首创提出来 人们持有现金 马上可以购买 他主要是分析这个 而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货币需求 其实包含了各种存款货币了 所以包含了像 咱们这个同学 如果关心股票 甚至有的同学 自己可能做股票的话 那么也包含了 你在账户上那个保证金了 因为你账上 你证券公司账上 你没存款怎么买 对不对 你卖了不也是 进了保证金账户吗 所以这个保证金存款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说 它也是一种货币需求 因为它是计时的 它随时可以买 跟过去拿现金买是一个道理 所以现在的口径不太一样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托平发现了 在现实生活当中 人们并不是说 只是在货币和债券之间 二则其一 而经常会出现 他又持有货币 一部分出有债券 这种持有还在不断的变 所以呢 他用了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资产组合模型 来说明公众 为什么会同时持有货币和债券 而且他这种同时持有之后 他这个持有比例的变化 是怎么样来进行调整的 那么这个模型 其实说起来是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上 它是这样一分为二 这个上边的纵轴 这个是预期收益率 这是风险 那么换句话说 都是在风险和收益当中 来进行组合 对吧 这大家都很熟悉 那么他这个呢 这几条放射状的线 都是投资机会的轨迹 那么这个呢 点的这个无差异曲线 这三条都是无差异曲线 大家知道 无差异曲线和投资机会 轨迹的切点 是不是又最佳投资点 对吧 这你们应该都学过吧 这是我们将来金融学里边 包括因为经济学里面 应该讲这个 无差异曲线的这个 那么就是说 这个这是 换句话说 这是最佳的投资机会 就是说 你这个最好的一个投资 这个切点 是你这个最佳投资组合点 就是你的最佳投资点 因为这都是投资机会的轨迹 这个上面是利率 这是跟利率有关系 在不同的利率水平下 那么他有 有不同的投资机会的轨迹 当然不是三条 他可能是N条 你也可以画很多条 但是呢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 效应曲线是不一样的 大家我们前面反复强调 各类投资者 效应曲线是不一样的 风险爱好者 跟风险规避者 它的效应曲线 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是无差异曲线的切点 那么好 这个切点 假定我们不是有 多条放射状的 投资机会轨迹吗 是吧 那么无差异曲线 它可以 是不是有很多点 对吧 我们为了说明的简便 我们说假定只有 这ABC三个点 好 这是上边 那么我们下面呢 这边是一个资产组合的 一个切割了 这条线是45度切线 那么这边呢 是债券持有比例 这是货币持有比例 它二者加起来 就在任何这个 这个切线上 任何一点 是不是 它的组合都为一 是吧 这点想得通啊 比如说 在利率 假定说利率水平比较低 假定说在这条 这个投资机会轨迹的时候 那么这条无差异曲线 跟它切点 是不是在这 那么这儿下来 垂直在45度切线 就可以找到这个点 那么这个点 它使得债券持有比例 比较小 货币持有比例 是不是比较高啊 在这个点的时候 因为这是这样持有的啊 这个呢 是这样持有的 是吧 所以呢 到这儿来看 你货币持有比例 它就比较 相对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 利率相对比较低 收益率比较低 大家可能 宁愿多持有点货币啊 这个更关注的 是货币带来的流动性 但如果利率比如上升了 这时候收益率也比较高 对不对 那么 投资机会的轨迹切点在这儿 所以在这儿直接下来呢 它可以找到 在这个45度切线上 找到这个点 那么这个点 大家会发现 投资者可能会加大 他的债券持有比例 而减少货币的持有比 啊 那么这个本来呢 它是一个资产组合模型 那么为什么说 这个资产组合模型 又变成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 一个决定模型呢 因为 这个货币持有比 这部分 虽然它是整个是一个资产组合 但是这一部分 持有比例的决定 是不是决定了投机性的货币需求 投机性货币需求 是人们进行资产组合调整的一个结果 是一个资产组合调整的结果 那么因此呢 我们说凯恩斯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发展当中 从动机开始到交易需求 到预防需求 到投机需求呢 都做了一些新的发展和修正 中文字幕系列